上升或太陽天平坐的你,在農曆八月伴隨著初一這個處女座新月,你們的自身整體雲世會怎樣呢? 贈你們N字真言,不知有多少個字了,休息是為了走近圓的路,原來剛剛十個字 因為如果有些東西太悶的話,沉重的沉悶會令你們想離開,會想放棄的 所以記得不要說工作迫得自己太緊,不要說讀書迫得自己太痕 例如如果你們是家長,然後你們有天平坐的小朋友,適當的時候都要讓他們休息一下 有時讓他們放空,發八日夢,都是非常值得鼓勵的事情 另外,跟朋友玩的時候,就小心有一些錢不愉快的事情 可能數字不是很均真,諸如此類 另外還有,在你們的家庭方面,會有一些先死後生 一些正所謂破舊立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一些這樣的感覺 可能是家庭方面會搬家,搬走離開舊的地方,然後去一個新的家 或者是賣掉,終於可以買掉手,賣掉一些舊的物業 然後就可能再去墨識一些新的物業 其實那個重點不是在一個新的地方 但是終於有一些舊的事情,舊的家庭的東西可以拜拜 甚至是一些家庭人都可以拜拜 所以如果家裡有一些長期病患的朋友 或者是老人家,這樣都要小心一點 以及做好一些心理準備 尤其他不是說一種突發意外的拜拜 而是你是時候要放手那種拜拜 所以可能真的有一些長期病患的家庭人 未必一定是老人家的,小朋友都可以長期病患的 要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因為其實說真的,新老病死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講起這件事,我才想起我最近,真的最近在這個星期之內發生的事 有一個塔羅的客人就走來問我 他只是說了問家庭人 他只是說了想問媽媽的健康 那是什麼背景都沒有說 我經常鼓勵大家不要說太多背景,令我先入為主 其實我抽到的牌,我都看見是要讓媽媽離開舒服一點 但是因為生死這些東西其實是很忌諱的 所以我先跟他講了一個很 mild的版本 但是我後面都說 我說如果你媽媽的情況再差一點的話 我之後再給你那個honest,誠實的版本 然後他真的說,其實媽媽是... 這裡就開始有些多私隱,我不說了 但是媽媽都比較嚴重 那我就馬上給了那個... 在一秒之內就馬上給了那個很長的honest version 他都明白要怎麼做 那我希望... 不說希望,但是... 莫非這個客人是天秤座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我希望的就是... 其實大家去到這些的時候 是真的要去學會看破方下隨緣自在 因為... 生活病實是必經的 是不能避免的 OK? 另外... 好了,言歸正傳 那說回天秤座 繼續那個農曆八月 OK? 那所以呢,其實... 你們看到啊 一開始又叫你們休息啊 是不是? 那既然跟朋友相處 又會... 淺安不開心 那其實這個農曆八月 你們是不是應該清空一下你們的圈子 你們應該一個人靜一下呢? 其實是真的很應該的 還有說真的 新月呢 本應如此 其實新月... 如果大家有... 就是有去研究一下一些尖聲的歷史呢 我們會知道呢 那首先 月亮呢 就跟女人的月經是非常之怪偶的 唉... 那這個簡直是廢話啦 對不對? 那誰不知道呢? 那是咯 例如... 所以... Mensuration 就是月經的英文 那跟那個... 其實... MENS這個... 其實是跟月亮都有關 那anyways 我想說的呢 就是... 其實... 有一些古代的文化呢 他們是... 在初一的時候 那些未嫁的女孩子 其實他們是會收藏自己的 因為... 就是要確保他們是... 不會有BB啊 啊... I mean... Sorry 是他們有月經的時候 是啦 是啦 就會收藏自己 因為... 就是確保自己不會... 發生什麼事 而是有了懷孕的 那然後呢... 但是不斷去發展一下 流傳一下 竟然呢... 就變成了... 有時... 他們初一都是會去收藏自己 OK... 那... 我忘記了中間那個原因是為什麼 但是... 我不知道是以前哪裏看過這本書 是這樣說的 Anyways... 那總之呢... 其實... 初一... 新月呢... 其實... 是真的一個去潛藏的一個時候 因為... 我講回... 例如我們這個Lunar Cycle 其實... 初一是放你去設計劃的 然後... 你... 去到十五... 這個滿月圓滿之期 你才去harvest 才去拿一些... 拿一些成果 OK... 那... 還有何況... 今次這個新月呢... 其實是發生在... 主女座 即是你們天平的十二功 所以... 它更加就是... 你們應該是要... 清空... 周圍... 一個人去放空一下... 這個力量 最後啦... 如果天平你們是有... 一些很穩定的伴侶... 尤其是是... 結了婚... 老公、老婆這樣... 又或者... 總之... 起碼你們... 大家是互相... 有一些很深刻的承諾的... 這樣的男女朋友... 尤其是如果你們是同居的話... 那你們這個伴侶... 他們最近的脾氣都會比較差... 那... 也都... 有機會因此... 是影響到你們的... 性關係的... 性生活的... 那... 他脾氣差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為... 他有很多的搞作... 很忙碌的... 那... 不過... 無論如何... 這個情況呢... 就... 過了11月13日... 就會好些了... 為什麼11月13日呢... 因為那時候... 火星... 就會由白羊座的... 逆行... 變回順行的... OK 但是... 無論如何... 中間... 這段時間... 中秋節... 在10月1日... 那... 又會好一好的... 但是我覺得這就非常合理的... 因為... 人月兩團圓... 大家都... 避免這個節日... 不會說有些什麼不高興的事情... OK... 但是... 中秋好一好... 但是... 很多時間... 你們... 你跟這個伴侶的關係... 其實會差一點點... 尤其是... 也會為了什麼呢... 除了... 剛剛說... 他可能有些事情忙... 他脾氣差... 對啦... 尤其是會為了一些... 家庭的事務... 尤其是... 家中的長輩... 家中的老人... 這些事情... 而有一些意見不合的... 另外... 還有啦... 就是... 如果... 你們是... 有一些合資的企業... 即是一些business的partnership... 如果... 這些partnership裡面... 是有一些變動... 那麼... 這個變動... 應該遲遲都沒有結果... 還有... 大家呢... 都會比較滑... 大家都不是... 特地會想著... 搞... 搞定這件事... 然後... 你們... 都會跟著他... 一起滑... 但是... 你們心裡面... 就會比較難受... 因為你們都想快點去解決這件事... 那麼... 希望... 中秋... 前後會... 可以告一段落... 有一個結果... 但是... 無論如何... 過了11月13日... 那麼... 這件事... 都會見到多少少的眉目...